今年4月访问中国 我们进行了坦诚深入 富有成效的交流 共同总结中得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十年来的重要经验 为双边关系发展定向 领航 半年多来两国在绿色发展 自动网联驾驶 数据跨境流动和持续交通 对非洲农业合作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中得关系持续焕发新的升级和活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加速演进 各种矛盾冲突涌现蔓延 全球发展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全人类同住地球村 命运修其与共 能否构建普遍安全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 摆放包容 美丽清洁的世界 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考验 中国和德国作为世界第二 第三大经济体 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要坚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半个多世纪的交往经验表明 只要双方坚持互尊互建 合作共赢 就能造福两国人民 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机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 巩固中德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 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 把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建成一个和平和睦繁荣的大家庭